昨天關於賴清德的發言 我有指出他那一段 把中華民國當作兩岸的復國神山 到底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我當場就跟他講說 你們的名嘴大概今天晚上都要很忙 要忙著替你怎麼拗這一句話 結果他出來在辯論會後的記者會 他說他是口誤 他是要講中華民國憲法 這下更糟糕了 這個叫做爬出一個坑 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然後在同一場辯論他又講了另一句話 兩岸互不隸俗就是台獨 我猜啦 昨天蔡英文總統應該氣到快要吃潘仔豆 因為這個很難拗 我相信他應該已經接到AIT的電話 我問他那個題目 你說你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然後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 表示不支持台獨的狀態下 你如何務實的推動台獨 我這個題目 在過去兩個月當中 至少問他 我想十次應該有 不同的場合 這種重要的題目你怎麼會沒有準備 這個實在是太大意了 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就是說當國家面對這種重大問題的時候 你又有那麼多幕僚 怎麼會沒有準備 這個是必考題 就好像老師都已經宣佈 明天期末考要考的題目是什麼 而且兩個月前就跟你講 你竟然不準備 然後他那個萬里老家的違建 坦白講大家都知道 違建台灣到處都有 問題是 遇到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講得很可憐 那個是工療改建的 人家那個空照圖就已經很清楚 那是2003年新蓋的 那你現在說要是信託 公益信託 老實講 我一看說這裡是金蠶脫殼 為什麼 因為信託隨時可以終止 再來 沒有建造沒有死照沒有產權 你要怎麼信託 賴清德有回答我的問題 只是都講錯 越講越糟糕 我有一筆要聰明就通通不回答 因為通通不回答 保證不會講錯 所以我的兩個競爭對手 一個是不認同中華民國 一個是中共支持的 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遇到我的問題都很會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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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